Hawa HU H1版本终于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一款车的五大重点 第一个重点1.5公升的TGDI渦轮增压引擎 搭配7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而且还有混合中立系统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在结合电机之后 可以达到243PS的惊人地步 公司扭力更是达到530Nm 除了非常非常的有力之外 它还很省油 而且重点是这个驾驶感受应该也是不错的 期待它有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第二个重点 大家买车都是看外观设计为先 是一个H6的H1V版本 外观设计真的超级帅气 非常Uptask的LED头灯组 还有这个水箱护罩 整个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大气 除了车头设计非常的好看之外 它的车尾设计也是时下流行的设计风格 可以看到哦 还有这个连贯式的尾灯 然后有3D LED尾灯的设计 然后这个Harvard的厂灰是放在这个下方 然后下面这边 因为它是H6V的版本 所以你没有看到它是有排气尾管的设计 不过它有很多这种导锋条 这个对于空气力学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第三个重点就是它的尾箱空间非常的大 首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有这个自动的尾门开启 打开了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尾箱 这个是大到一个程度 而且它的这个离地高度也都不高 如果我站在它旁边的话 它的这个开口到我的这个大腿这边而已 然后我整个人坐进去 可以感觉到这辆车的尾箱空间 如果这尾箱你要载很多的行李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想你要载一些加湿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六四分尼以备倒平 那么你可以运载的空气就更多 所以这个空间表现你觉得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吗 第四个重点就是这辆车的后座空间表现是真的大 你可以看到前面这边是有这个老板件的设计 我可以通过这个老板件来控制这个 Farm passenger座椅的这个椅子 所以我可以有着很好的空间表现 另外它这边旁边也有一个很大的三角径 所以坐在后面的话你的这个压迫感不会太重 重点是这一边中间这个骨气面积不大 所以呢后面坐三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看我坐在中间都还是相当的舒服 然后这边有冷气出风口还有两个USB 如果你一家人出门的话 就是讲他们的手机要充电可以 天气热的话要享受这个冷气也可以 所以这辆车作为家庭车来讲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 它的这个椅子的发泡棉也非常的软 所以坐上去的感觉很好 第五个重点就是它的功能性 现在的人买车不再只是要这个车子有这个很好的实用性等等 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辆车该油的功能应有尽有 首先可以看到这个旋扭式的排挡杆 电子手刹车跟autohull功能 这边还有个大空间可以给你放包包等等 然后这边有个大的触屏主机 这个触屏主机也支援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然后前面这边有这个非常精致的数位化仪表 然后前面还有抬头显示器 在你开车的时候这个抬头显示器 可以显示这个车辆的时速还有一些车辆的资讯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非常attax的LED室内灯 如果你想看东西的话打开这个灯竹 这个白灯照下来可以满足你的这个需求 另外这辆车也有非常多的先进安全配备 像是这个前方撞击易警 自动紧急刹车 主动式定速群航 车道维持系统 车道便宜警示 车侧盲点侦测 360度镜头 这辆车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所以它不只是给你很大的空间 安全性功能性 都是一个package完完整整的给你 以上就是这个Hava H6 HEB的五个最大卖点 你喜欢这辆车吗 根据原厂表示 这辆车最快会在今年内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所以呢 喜欢这辆车的朋友可以稍等一下 未来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也会带给大家 所以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次节目见 拜拜